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风光宣布 但是没有想到在今天竟然就生变了吗 盖亚纳是不是打脸蔡政府呢 网友傻眼了说梗图都已经发了耶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首先要告诉您 今天又新增了一例本土案例 案924 它是案839870的同住家人 那么在1月12号就因为 案8391就是这个护理师女友确诊的关系 他就开始居家隔离了 到了2月1号才开始出现喉咙痛等等症状 而在4号隔离期满之后 裁剪的时候才在今天确诊 那新增一例的本土 我们编号为924 是本国籍40多岁的女性 因列案839籍 案870的接触值 那从1月12日一直隔离到3日 到2月3日 那于今日确诊 由于个案 个案之两名重入家人先前以匡列为839 及870之接触者不再重复匡列 但其余这两人的居家隔离期间延长到2月18日 隔了这么久才确诊 可见这疫苗真的很重要啊 而疫情指挥中心昨晚证实说 我们真的可以从COVAX拿到疫苗了 但是按照推算 全台湾33万的医护人员都不够打 可能只有四分之一个人能够打到 让人担忧的是台湾是不是落在防疫的后段班 解封遥遥无奇 经济恐怕受到重创呢 立文 我真的看到这个新闻真的快要昏倒了 就是这一阵子 自从3月份已经票票之后 不是很多民党立委都出来做这个带风向吗 说疫苗不重要啊不用急着打啊不一定有效啊 何必呢 我就想说那是怎么样 意思是我们3月不但没有连后面都没有了吗 结果这个新闻出来是不是等于间接证实了 我们现在去分到所谓可能6月有 是COVAX去排队排来的 然后只是排来可能只有一点点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的说法 COVID-19的疫苗配送名单当中 其中有分配到Non-UN Member States的 有130万剂的AD的疫苗 那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国跟其他非联合联合国会员的 货配的一个数量 像各个医院的医护人员 他的重症单位胸腔科 感染科 急诊科 他是比较会接触到这病毒 他们会优先接种 其他医护人员可能就是可以缓一下再打 那就是要看他供应的量怎么样 你要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有免疫力 你其实要打的是差不多九成的有效的疫苗 才比较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AZ这个疫苗是先用来做局部的一个管控 先做一个局部的管控 要到六月才有可能 顶多16剂 那我们原本的疫苗跑到哪里去了 本来三月说要来的 现在呢 没有了吗 买不到了吗 之前东阳说好要给我们 我们不要然后我们要自己不知道 透过什么样的方法去买 陈时中告诉我们说三月会有现在没有了 是什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不需要跟国人说清楚讲明白 是什么高超的谈判技巧 会谈到连一剂都买不到 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新的说 好消息有疫苗 这是好消息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说这COVID的疫苗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之前 之前呢 你像印度分到的是最多的 还有9000多万剂 分别你看各个国家 连北韩都有200万剂 那他们是依人口比例分配 那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所以现在说的 我们要分到130万3200剂 给5到8国分 是非联合国的会员国 包括台湾在内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联合国 所以如果平均分的话 我们是分到才可怜的 16万2900剂 那还有人说 他不一定会平均分啊 因为听说巴勒斯坦 会分到比较多啊 所以最后我们到底分到多少 还很难讲 但是就是很可怜兮兮的 顶多16万的意思就对了啦 那如果是16万的话 台湾因为一个人要打两剂 等于不到10万个人可以打耶 只有8万个人耶 那台湾的医护就有33万人耶 那到时候要怎么分啊 现在感觉上不要去笑科文哲 那10万剂啦 虽然他那个报是来路不明的疫苗 但是怎么办啊 台湾没有疫苗耶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台湾总共有2300万人 不管是莫德纳 我们平常讨论最多的辉瑞BNT 还有AZ的疫苗 那如果你要打AZ的疫苗的话 必须要9成的人打 也就是因为他的保护力比较低 只有70% 那2300万人呢 要打9成 那4000万剂才够耶 4000万剂啊 我们连零头40万都没有耶 那现在疫苗的进度 远远落后怎么办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全世界各国施打的进度 现在有打疫苗的人 已经比得新冠肺炎的人多了 像以色列是打得最快的 现在已经到六成了 我们几天前说四成 现在他们已经全国有六成的人打了 再来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接近四成 英国15.5% 美国已经超过了10%的人有打疫苗 新加坡也已经有百分之将近四的人了 大陆大概是1.67% 尼泊尔印度印尼都已经开始在施打了 而我们还遥遥无奇 看不到疫苗在哪里 台湾不只是后段班 也是倒数了啦 那陈时中跟我们讲说 我们不会最后才拿到 真的吗 我们的边境解封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经济重创 难道不会变成台湾 虽然是疫情 保护的现在是第一名 但未来在解封的速度 会不会是全球最后的呢 原因 对 其实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指挥中心告诉我们 都是因为大国超买啦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也有小国领先的 新加坡不但是东南亚 第一个施打新冠疫苗的国家 而且在全球也算是很早拿到疫苗的 无论国土和人口都比台湾来得小 来得少 为什么在疫苗这个战争当中 新加坡可以成为赢家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好 新加坡领先东南亚 有PayPal 首先他们启动的时间很早 去年四月就开始布局了 而且去年六月就完成了第一笔的采购订单呢 而且他们是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来全权议约 缩短议约的流程 两周要跑的公文啊 明明以前是两周要跑完公文的 他们可以一天就搞定啊 再来他们肯赌肯砸大钱 不管人家研发成功了没有都先付钱 下了订单再说 而台湾呢 采购疫苗总体的预算是一百一十五亿 但是啊 只有我们四分之一人口的新加坡 竟然呢 是编列了两百零九亿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要来跟全球来抢疫苗 所以我们平均人口来分配的话 等于是每个人啊 台湾每个人要买疫苗的预算呢 跟这个新加坡每个人来比是七分之一耶 好 另外一个很成功的国家是以色列 我们来看一下 以色列呢 是去年六月就开始用每一剂 比别人高两倍的价格 在全球市场里面来抢疫苗 那么甚至是啊 也跟着辉瑞和莫德纳呢 来挂保证说 你先给我们疫苗 我们同意把全国施打的这个 数据跟资讯啊 通通提供给莫德纳和辉瑞来参考 让药厂可以做数据的分析 好 所以呢 在这样互惠创造双赢的情况之下 以色列超过一半的人 都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了 是全球的接种冠军啊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小国也有抢疫苗的Pepo啊 但是台湾到现在 为什么抢不到疫苗 疫苗只有16万剂 是不是犯了什么样的关键错误呢 好 首先就有人说 恐怕我们是落后部署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官员有这种 台湾有等的本钱的心态吗 另外是不是有政治干预呢 因为东洋3000万剂的辉瑞疫苗破局 导致现在我们还只有零头可以拿 再来我们是不是不知检讨呢 好 90%的莫德纳都被美国给买走了 现在抢到莫德纳疫苗的 都是美国的好朋友 台湾没拿到 是不是我们跟美国的交情不够铁 不是好麻吉呢 当时答应要吃莱猪的时候 怎么没有谈判疫苗呢 现在要怪大国超买嘛 再来买不到疫苗 是不是洗脑百姓呢 最近有很多的这个人在吹风啊 说疫苗根本没有用 我OK你先打吗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雪恒了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不是 因为你知道根据彭博的资料哦 按照全球目前打这个疫苗的进度 全球要恢复正常的生活 恐怕还要再等七年以后 那台湾现在甚至是只有16万剂疫苗可以打 为什么我们抢疫苗 抢不过人家会落后呢 那么现在洗脑说我OK 你先打就一切OK了吗 我还是先讲 有疫苗绝对是好事 那我们绝对没有要说有疫苗 那只有一点点 我跟你讲 可是有的时候真让人担心 我念一则公事的新闻 公事新闻是在今年2月3号的时候做的 我全文念出来 他说根据疾管署检验级疫苗研制中心 副主任江振荣今天表示 目前除了台面上三家药厂之外 台面下也有跟江森 江森江森 Merc 默克 Novavax 诺瓦瓦克斯 这三家业者接触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念这一段 因为早在2021年1月25号的时候 Merc 默克已经宣布放弃研发新冠肺炎的疫苗 你如果有看CNN你就知道 但结果我国籍管署不知道 我国籍管署还在跟他们问 Merc已经讲了 因为他的进入太晚 他的效率并没有自然免疫好 所以他在研发的是治疗的药 结果你现在跟我讲说疫苗关系你还有跟他接触 而且Novavax跟江森江森都还没有过三阶 也就是他们什么时候可以上市 你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讲了直接一点 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的确有了疫苗 应该要很高兴 而且你思考的概念是 一开始因为大家都戴口罩 台湾人的防疫观念很好 都戴口罩 所以我们的疫情数字没有那么夸张 可是接下来要全球解封的时候 就要疫苗了 疫苗是什么概念 是你今天打了疫苗 接种疫苗之后 你应该要拿到一个全球通用的 immunity passport 免疫护照 你有了免疫护照之后 才可以自由在各国之间往来 你要去看日本奥运 对不对 你没有immunity passport 你入境要隔离 你甚至根本人家就不给你签证 你根本进都进不去 然后人家来呢 他有immunity passport 除非台湾要自己锁国 否则你得要让他进来 你没有理由不能够当有免疫护照的人进台湾 那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各国之间的往来 慢慢慢慢先进国家开始恢复 因为他今天WHO的这个估算 是包含了很多落后国家 比如说落后国家 为什么只能拿AZ的疫苗 因为他的冷冻温度是2到8度 冰箱冷藏那个水果蔬菜的就可以了 可是BNT疫苗要零下70度 那你这些落后国家 没有冷链 没有储存 没有运输 没有施打的可能的话 他没办法这么快 整个注射完毕 所以很多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没办法全国接种 没有办法全国接种 就没有办法群体免疫 那如果我们这样讲 台湾也要能够打开国门 让大家能够自由流通 让大家来玩 台湾不是观光业很重要吗 五星级饭店都是外国人在住 你也得要达到群体免疫 所以现在的状况是 以我们采购的效率速度 跟目前谈好的这些单位来讲 我们几乎不确定有任何一家谈好 如果机关署跟你讲说 我跟默克谈 可是你早在8天之前 默克就宣布了 我其实没有再研发疫苗了 然后我们机关署还不知道还讲出来 那你觉得这个情报收集有好吗 我们讲直接一点 以色列跟新加坡都是在早期 也就是他们很多疫苗 根本连一期二期都没有进的时候 他就注资 那个感觉像在A轮跟B轮融资 就是天使投资人 就是我是天使投资人 我投资给你 你将来如果成了 优先给我 你如果不成 我也不追回 美国本身也是这样的 美国的Operation Warp Speed也是 我给你几十亿美金的预算 你不成 没关系 但是我先下采购合约 有了我就买 没有的话算了我认了 所以各家公司最后都赶着生产出来 Moderna为什么九成都是美国买 因为他跟联邦签约了 他一定要优先提供给美国 台湾根本拿都拿不到 除非美国愿意放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不是我们苛求流行疫情管制中心 而是下一个阶段 世界要恢复正常 就是要靠疫苗 就是要靠接种 你不要再听那些义和团 讲说什么 哎呀我们为什么要第一批当白老鼠 全世界都白老鼠 就你不是 你这么聪明 那你不要打 好不好 我恳求这几天出来 讲说疫苗也不重要的人 你就都不要打 那未来还有更大的问题 我跟你讲 第一个 现在疫苗全世界有三千多种突变种 那什么时候突变种会追上你的疫苗 也就它会让疫苗的免疫力降低 或者不够的时候 我们搞不好还没开始打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世界各国这些已经先成功的疫苗 包含了AZ 已经跟深圳康泰这家公司 签了授权基转 包含了 我们刚刚讲的 Pfizer已经跟上海复兴 签了授权基转 到了年中以后 这些基转生产的代工机制出来的时候 请问指挥中心 要不要用中国代工生产的疫苗 你之前用中国代理 你可能都不要 那中国产你也不要 那以后AZ或者是BNT 都有中国代工的疫苗的时候 指挥中心还要不要 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恳请指挥中心重新思考 再留下一些后路 我们才有机会 好 不过另外一个很大 让大家关注的话题 因为明天就是罢免高雄市议员 黄杰投票的日子了 不过先前蔡总统 两度在中常会说力挺黄杰了 所以霸杰总部就说了 蔡总统身为总统 是没有休假的时候 所以你这样是不是 涉嫌违反的选霸法呢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 他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竟然直接动用国家的机器 企图要影响并妨碍 妨碍地方的这个罢免的活动 听到我一个妈妈的心声 我们不要净有毒的东西 进来台湾来毒害我们台湾的子孙 讲的都想要哭 对啊 这被欺负了 高雄市议会 实际自治法的领检出 他竟然落跑 这个是让所有国民不能够接受 因为市议员的职责就是监督市政 监督中央政府的不当的措施 所以大家可以罢免他 在表决的时候他落跑了 这是我最坚强的一个原因 玩笑 天崩地裂还是兆头 针对黄杰罢免案 总统说要提出作战模式 不可以再像过去一样冷处理了 霸杰总部就说了 你身为总统怎么动用国家机器 来企图影响防害地方罢免活动呢 认为总统是涉嫌违反了 选霸法50条56条第三款的规定 因此还提出了告发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所以总统这样真的有违反选霸法吗 我念给大家听看看第50条是什么 第50条是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级机关 于公职人员选举竞选或罢免活动期间 不得从事任何与竞选或罢免宣传有关之活动 那蔡英文总统有没有做 显然是有嘛 对不对 显然是有嘛 那第56至3条是什么 妨害其他政党或候选人竞选活动 妨害其他政党或其他人从事罢免活动 这一条比较有争议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是反罢免的 我一定要妨害你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有争议的啦 所以我必须讲 蔡英文总统看起来第50条是蛮符合的 因为你是公职人员 那你更不要说这根本跟你的政党无关 那你居然去号召 就你的政党要群起来 去反对这个罢免活动 所以这本身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这一些现在罢韩 罢结的这一些人也去告 可是告呢 抱歉没有用 因为他是总统 他总统一切的事情 等他卸任之后再说 你现在告诉他总统除非是犯 他总统不是现行犯就可以抓他 是要犯内乱外患罪的现行犯才能抓他 所以其他时间根本就是一切等到他卸任 或者被弹劾卸辞之后才能处理 所以呢 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政治宣誓的动作 那我也必须讲 台湾一直以来就这么一些奇怪的毛病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如果觉得这个法律根本没有办法执行 那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法修掉算 因为反正大家都没在管嘛 反正你看民进党执政到现在 公职人员直接跳下 把人家助旋的也好 把人家直接插手的也好 一大堆啊 什么事情都有啊 所以你既然如果根本 大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我知道等一下坚哥可能会讲说 国民党也做不到这一点 也许啦我不知道 那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那干脆大家都把这条废掉嘛 因为反正大家都做不到 那如果有现在还有这条法律 那是不是就应该要 彻底的去执行呢 身为总统要做人民的表率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总统 已经逾越了自己的本分 不过总统下令要保皇级啊 包括了像是民进党的 台北市党部主委吴英农 还要特别下去来力挺他 所以看起来似乎是 比保同党的王浩宇 还要更殷勤啊 这样高调的对抗 会不会反而害了皇杰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啊 因为其实有人说 蔡总统要挺皇杰 他的用意恐怕 并不是真的很关心皇杰 而是要防止这个 反莱猪汹涌的民意继续扩大 所以保皇杰 真的能够保莱猪吗 因为本来有人讲说 黄杰没有像王浩宇 这么顾人愿啊 毕竟他也长得比较可爱 所以是不是罢黄杰 比罢王浩宇的门槛更高 因为的难度更高 因为王浩宇就是 很多人都很拖鞋 不是只有蓝的讨厌他 绿的也讨厌他 白的也讨厌他 可是黄杰的问题 他犯了一个天条 就是说他居然去挺莱猪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各地不分蓝绿 很多地方议会的议员 也不敢去挺莱猪 大家都是觉得说 莱猪不要进到 我这个县市里面来 尤其不要进到 我的中小学 所以今天变成 他变成是一个 反莱猪的指标了 就是说要去罢 这种挺莱猪的民意代表 所以王浩宇之后 如果黄杰罢免又过的话 接下来当然是很鼓舞 这些要罢莱猪立伟的士气 因为现在陈伯伟 已经要成案了 还有吴思瑶 搞不好还有更多的莱猪立委 会被罢免 那这个东西 当然这是蔡英文 之所以必须要 以总统之尊 去来号召的一个 最主要的原因 但我们刚刚在讲疫苗 我其实非常非常的感慨 很明显的 陈时中部长就是不够利 不然怎么会订了半天 买了半天 现在什么赢都没 只去排那个AZ 一点点少数量 少得可怜的疫苗 那在这个采购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主力 还是谈判技巧 到底有多烂 为什么都买不到 那你看其他国家 都是总理总统 下令用重金 或者是夺命连环扣 一直去扣 一直去买 才买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 是总统要出马的时候了 很明显 陈时中部长 他就是不够利 没办法 总统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 是帮我们去全世界买疫苗 而不是在这边挺黄杰 因为总统一定觉得说 下来一处就是他的命令 他下了以后 全党通通都要力挺 不管讲什么鬼话 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相信 也要力挺 那所以如果黄杰第一个 是因为挺莱猪被罢免的话 总统就没面子 所以他一定要干冒 总统亲自违法 他也要来挺黄杰 那很好 明天就见真章了 我待会就要下去高雄 希望凤山人 全世界 全台湾都在等着你们发威 明天出来霸黄杰 好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 黄杰之后呢 马上还要来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 这个所谓的莱伟啊 好今天呢 霸莱伟的公车 也已经上路了 罗志强说 回去3Q哥的选区逛一逛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 事件议员 所以总统现在哀告了 说他在上班时间挺黄杰 违反选霸法 违反行政中立等等 所以真的如此吗 那这个保黄杰 是不是为了要保莱猪呢 远妮我觉得 这个提告是莫名其妙啦 因为总统 他身兼民进党的主席 就如同过去李登辉前总统 马英九前总统 他们当时也都兼任国民党主席 我请问啊 李登辉前总统 马英九前总统 在他们当时当总统的时候 也是在上班时间去主持 他们国民党的中常会 所以那样子叫做总统 在利用上班时间 去从事私人的行程吗 是这样子吗 不是嘛 那同样的标准来看 小英总统当时是在民进党的中常会 发表那个谈话 第二点这个告也提得莫名其妙 就是说 他说总统去动用国家资源 请问他动用了哪一条国家资源 他动用了这个行政圈或者军事圈或者哪一个单位的力量 说你们去挺黄杰的 请他们讲出来 没有啊 总统这么讲 结果来帮助的都是我们地方的公职 那公职们 同党的公职 立委或者议员同事们 本来就会互相帮忙 互相声援 可是黄杰不是民进党的 不 那 那个 这跟黄杰是不是民进党无关 黄杰 他虽然是无党籍 不是民进党 但是他这次受到这个罢免的屈辱 民进党是路见不平啊 是因为他挺莱猪嘛 我们认为罢免他没有正当性嘛 所以为了要保莱猪吗 不是不是跟莱猪无关 莱猪也不是当初 黄杰他被罢免连速发起 也不是 这个动机也不是说莱猪的这个议题 完全不是 我是觉得这样 他们要罢免团体 要罢免就罢免 你把你要罢免的主张说清楚 即便你写错了 你动用了说香港的国安法 也都OK 你把话讲清楚 但是不要把不相干的 像小英总统 他是以党主席的身份 在中堂会的发言 就如同李登辉马英九前总统 当时他们在国民党主席 也是那样子的做法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外交部昨天才宣布 在南美的盖亚娜合作共和国 设立了台湾办公室 双方1月11号就签了社处的协议 15号展开了初期的运作 结果宣布还不到一天 竟然被盖亚娜就打了一巴掌 立文 到底是盖亚娜太没有意气 还是对岸市场凌落 还是我方错估了情势 都是 因为可见得这个 中共一定会施压的 那这些国家 即便是在美国的后院 都已经不靠谱了 连跟最听美国话的国家 都跟我们断交 所以我们的外交部 真的有点错估形式了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总统的脸书 本来还是非常高兴的 非常骄傲的说 台湾跟世界交朋友 盖亚娜的台湾办公室设立了 所以在脸书里面 有没有提到 在南美洲的盖亚娜合作 所以跟联系加勒比海地区的 重要窗口 外交部正式宣布 我们在这边成立了台湾办公室 结果没有想到 脸书po出来没有多久 就赶快收回 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面子 怎么会闹一个这么大的乌龙呢 首先还是有人发声说 根据这个外电的报道 盖亚娜设立台湾办公室 是外交的突破吗 因为盖亚娜 他的外交部长 说盖亚娜并未承认 台湾是独立的国家 也没有要跟台北 建立任何的外交关系 所以是盖亚娜的外交部 出来在外媒打脸台湾 结果外交部后知后觉 发现了以后 才来做紧急的处理 那盖亚娜是怎么说的呢 盖亚娜说他们要坚持 坚守一中原则 与中共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依然完好无缺 盖亚娜政府并未跟台湾 建立任何外交关系 基于所签署的协议是 沟通不良 所以极其中止 马上打脸反悔 那总统府的发言人 则表示说 我们深感遗憾 此举让中国领导人 日前的反对市强凌落说法 形同国际笑话 等于是说 我们被中共霸凌的意思了 但问题是说 为什么会搞一个这么大的乌龙呢 外交部有没有错估行事 外交部有没有报喜不报忧 而让蔡英文也以为说 我们真的这么好康 可以跟盖亚娜有重大的突破呢 我们看一下 网友的反应实在是 大家都又爆炸了 说不知道又浪费了多少钱 就是因为好大喜功 有人说大内宣失败 太急于大内宣 现在图新闻都发出去了 哎呦盖亚娜你下次 动作快点好不好 不要让我们丢脸的 才来说你不要 史上最烂的断交部外交部长 还好意思坐在那里吗 盖亚娜人家也很聪明 懂得玩两面手法 大概就是这样吧 利用台湾跟大陆要好处的 没有错 因为这样特殊的两岸关系 的确我们常年面临这样的困扰 这不是新闻 这么几十年来都被打压 会不会因为过去川普的关系 让我们的政府太过疏忽 错估形势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地检讨 到底出了什么差错 未来是不是要提出新的战略跟做法 否则的话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要务实不要务虚 不要总是在大内宣 来看这是不是有一种大内宣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重返国民党 说有意要参选党主席 还不排除要搅住2024的总统大选 结果就这么巧 蔡总统昨天就到了高雄去市岛 一个叫做代号叫做绍康的陆军装甲第五六四旅 而且和部队用餐时还军方特别请总统品尝了绍康大饼 农历穷节将届 外界蔡总统施倒陆军第八军团装甲五六四旅 巧的是这支成立已经六十七年的部队 代号正是绍康部队 取其绍康中心之意 与部队用餐时军方特别端出手作的绍康大饼 让总统品尝 外界也因此联想 难道是代表民进党盯上赵绍康 视他为可能对手 国军政治敏感度超前部署 能让绍康大饼重新出现在餐桌上 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把那个食谱公布一下大家都可以吃嘛 虽然国军解释 这不过是一道传承菜色与政治无关 但国军向总统鞠躬弯腰行李的这个动作 却引起争议 哀轰这是军人还是马戏团 统帅视察拍马屁 连军人举手里的基本规定都忘了 是骨子里流露出的悲哀 还hashtag难道是功绩 网友大叹军人从不低头 却沦落自此 军人不像军人触眉头太荒唐 为何不干脆喊阴缓万岁 到宿内跟我们聚餐 也是举手里 就从来没有看过鞠躬里 是荒谬的就是说史无前例 那还有一个时候就是说 那是马屁啊 拍马屁啊 搞这个民党 那下一个军团是不是要三桂 还是九寇呢 好 赵少康才刚刚说要回到国民党 总统马上就开始吃起了少康大饼 有人说民进党是不是已经盯上了赵少康 准备要来对付他了吗 而同一个场合我们可以看到 陆军向总统行李 竟然不是规定的举手里而是鞠躬里 所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雪恒 因为这个国防部后来有解释 他说不是 这个叫做这个战术是不是 就是武术的一种礼仪 因为他们当时表演武术给总统看 那武术的话就是用鞠躬的方式 这样的解释说得通吗 我应该这样讲啦 虽然我也是当了一年十个月 比现在四个月兵要当久一点 但空手道的确有这样子的所谓的武术里 但你如果看过叶问第一集就知道 双手这样哈 然后这样子 但是没有看到大家两手贴紧裤缝 然后这样鞠躬 那就告别事嘛 那可能我觉得 就部队长官可能对蔡英文有点意见 就是触眉口 我们还是呼吁国军不要这样做好不好 然后绍康大饼呢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就是一个 你知道去那个外面 什么台北车站不是都有卖那个什么东北饼 什么外申饼 就那个饼嘛 那这个这位夏世伙防班长 也不需要讲到什么能让绍康大饼 重现是我们光荣 没有很光荣好不好 你就揉了一个饼出来而已啊 那但我觉得就是 赵仙今天表现应该要更主动一点 他现场就揉一个绍康大饼给大家吃 你看我做才叫绍康大饼 我绍康亲手揉的 这个才是一个有趣 就是你来我往大家有梗 那这个才是赵仙的战力嘛 但是我最后我觉得赵仙现在 其实要思考一下 民进党到底对赵仙是什么态度 你知道赵仙 民进党我们这样讲 现场尖歌在 尖歌一定很清楚 民进党多厉害 民进党现在的选举策略已经进展到养套杀 就是他不是自己选哦 他要控制他的敌人选出什么人来 你记不记得早些年 红袖柱出来 然后是不是要求换柱 这中间有多少是国民党自己的声音 还是民进党背后操作 上次韩国瑜出来 有没有绿营在背后民调的时候反窜 也有 然后出来之后 那个牌再打出来 有没有哎呀哈 我知道你有埋房子 哎呀哈 我知道你有什么东西 现阶段 我们直接我简单讲 不然大家说讲阴谋论 讲太久很讨厌 来 请问赵少康先生呢 是继续当一个媒体大亨 主持节目 有广播 有网路节目 影响力大 还是变成一个又老又穷的政党的党主席 不是我说实话 还是没办法 他哪个杀伤力强 我们讲真的 赵少康以后又要每个月募三千万 然后底下又有一堆人在背后 试着要捅他 那是当国民党党主席站立强 还是继续当友台的节目主持人 跟网路节目 他那个观点收视很好 到底哪一个对民进党威胁比较大 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 所以民进党 到底养套杀 现在进到哪一个阶段 恐怕我们还是不要小看民进党比较好 不过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 因为这个 让我们忍不住看到了这个鞠躬 就联想到先前不是也唱 一想到你啊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国军好像是不是 不是战术精进 有人说是不是马屁文化越来越精进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每次民进党执政 都会出现这种事情 你看阿别人说就是 你是我的巧克力 然后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就开始唱歌 现在要来这个鞠躬 我必须说军队到底是干嘛用 军队不是拿来拍马屁用 他是保家卫国用的 军队为什么要敬礼 其实也不是为了好看 也不是为了给你拍马屁 敬礼其实是他的纪律的一个表现 那所以呢 如果你为了某一些人的喜好 为了像长官那个表现忠诚 就去把他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改变 那个到最后就是让部队的士气下降 然后让基层的这些官兵 觉得说随便啊 反正这些训练都不重要 我只要会拍马屁就好 你会把军队的文化越戴越糟糕 我老实讲一点 现在军中的文化已经不太好 国人对军人的 我直接讲实话 国人对军人的地位已经不是看得很高了 那这个时候是要发奋振作 重拾民众对国军信心的时候 而不是继续在做这些有的不的的事情 其实只是让大家对国军的评价更低而已 这对台湾的防卫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哪个政党 民党也好国民党也好 不要把手伸到军队流 不要叫 如果看到有军官做这样的一些行为 是应该直刺而其非 叫他们说你不可以再干这种事情 你再干这种事情我会撤职查办 应该要去做这样的方式 而不是每一次这样看得心里很爽 那当然今天这个声音有人怪蔡英文 老实讲我一点都不怪他 为什么 因为他没当过兵 他不是军人 他怎么知道这些人在干嘛 老实讲他们是跟他行局收礼 还是局公礼 还是跪在地上 我觉得他大概都没什么感觉 都差不多 所以怪他是不对的 而是他旁边那些大头 你为什么要叫你的官兵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叫你的官兵去唱歌 为什么要叫你的官兵去搞笑 这些都是不对的 那至于绍康大饼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们觉得那是重现的光荣 因为绍康大饼呢 本来是以前他们部队里头 老四官长发明的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把家乡大饼拿过来揉一揉弄 但是后来呢 因为他老了退休了 没有人会做 没有人会做就失传了 失传了之后 因为他们有一个官很残 想说以前他吃过的那个味道 所以就找了几个当年吃过的干部 回来一起研究 大家重新找回这个熟悉的味道 所以呢才说 他们很光荣 能够重新发明这个东西 但是我说真的 那个就是个大饼 就这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是一个趣味 可是呢 事情就这么巧 就是赵康的事情一出来 蔡英文就到了少康部队 然后吃到少康大饼 那你觉得这是单纯巧合吗 我觉得应该是啦 可是呢 我也必须讲 最近有一些事情真的很怪 你看赵康要付出的新闻 居然不是蓝银媒体发的 是绿银媒体发的 然后最detail的内幕是我们自由时报总编 李周景文发的 连韩冰跟许淑华两个在中间牵线 他都知道 那许淑华跟韩冰都否认了 根本没这回事 所以呢 是不是有人特定在营造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把这整个做总体去来看 这会不会也是其中的一环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判断 不过不管怎么说 现在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的这些幕僚啦 小编啦 都很聪明啦 发生了总统吃少康大饼啦 之类的这些事情 当然了 可能就让大家来宣传一下 那么到底政府花了多少钱 在做大内宣呢 有媒体啊 就来帮大家计算一下 在政府2016年到2020年 媒体采购的标案 到底是多少钱呢 总金额大概是113亿元 好那民进党执政的中央和地方 政府占了77% 是超过了四分之三 但是呢 接下来就来看到底是谁得的标呢 前三名出炉了 好第一名是公共电视 总共拿到22亿9千多万元的标案 另外呢 第二名是三立 拿到了17亿6千多万元 第三名是民事 拿到16亿5千多万 总计呢 大约是拿到了57亿又974万元 这三家加起来的金额 刚刚好是113亿的一半 全部的媒体 45家媒体当中 有三家媒体 拿走了一半的标案 那么也被人家质疑说 是不是都和青绿的媒体 有利益交换吗 除了大内宣 还有什么心思来办实事吗 那么事实上最近 防疫的很多的问题呢 杨志良看在眼里 他忍不住呼吁说 真的不要再内外宣了 因为用这样的心态来防疫 恐怕很快会出漏洞 现在就是疫苗不重要 让别人先打 很好啊 我们这个台湾的人很有爱心 这个就像烧着口罩一样 这个我OK 你先戴 如果还是用三四分去防疫 六七分去内外宣 那你永远永远这样子 用这个去阻挡 那迟早会破功 政府花大钱大内宣 媒体标案有一半 都是给了青绿的媒体 遭到质疑 是不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我们要请教一下 世间议员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实呢 现在不断有人在吹风向 说哎呀 这个疫苗也没有用啦 我OK你先打等等 杨志良就批评说了 都在搞内外宣 三四分防疫 六七分内外宣 是不是防疫恐怕 很快会破功呢 杨志良有他的医疗 工位的一些专业 我尊重他 不过我觉得他有一些批评 我就是有一点过了啦 就是说你事实上 我们如果防疫 说六七分都在做内宣 那只有三四分在防疫 那今天我们防疫的成绩 会这么好吗 我们防疫的成绩不是好 不是政府自己说的 是我们全民 多数的民众都认为 我们防疫好 而且在国际社会上 也肯定我们台湾的防疫成绩 我们防疫成绩是仅次于纽西兰 是居第二名的 那我同样以这个第二名这个 我来讲 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在 COVAX这个疫苗分配 我们分配的量少 COVAX现在正在分配 就是Extra Zeneca的 Extra Zeneca你看 大家可以看 那远宜年的第一张表里面有 那印度可以分配到 九千七百多万份 一方面是因为 印度疫情很糟糕 二方面 Extra Zeneca直接授权 它一个厂在印度生产制造 那你看同样的一个表格上面 跟我们防疫一样好的 你像纽西兰 纽西兰八百万人口 它分配不到三十 它分配二十四万剂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你防疫成绩好 相对COVAX 它基于说 人道的原则 要先去救那些防疫很不好 现在疫情很兴盛的地方 同样的越南防疫很好 越南有一亿的人口 越南分不到百分之四 大概分四百万剂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这个疫苗没有取得 或者比较晚取得 其实很多的因素的考量 这不能完全怪到指挥中心 那我希望杨志良先生 他以他过去的经验 那么他正面善意的来直接给这个指挥中心意见 我我长期以来我监督批评 我以我化学多少我些微的知识 像我主张要入境补猜 那不是一入境就补猜 我认为是在检疫隔离起满十四天 那针对入境者 检疫隔离起满十四天下去做补猜 我认为要适当的运用 我们筛减的量能 那这些也是跟指挥中心有杠到 但是我们的说法 跟我们提出的方式 我们不会说先把他骂一顿 那说他通通都不对 然后你没照我们的做 那你就是不对 我们不要这样子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头 自从超超康宣布要回国民党之后 记者天天去堵他 也问他很多问题 他就透露说 如果我当总统的话 我要让华氏退出五十二台 还给中天 没有想到立刻遭到绿营的侧异围攻 而超超康他也立刻怒呛反击 恩斯均两个委员 当时总统府的密件流出来 就是我们找的委员就是 这个将来会把中天干掉 你记得吗 当时内容大概是这样 整个都按照剧本在演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在怕 也根本不在乎你啊 中天被干掉合理不合理 我只是矫正 矫正这个不合理 难道不能矫正吗 那他为什么不先去骂骂民进党政府呢 你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你不去骂已经存在的事实 你去骂假定的假定 你这是哪门子逻辑啊 这一点根本就是选择性的正义 选择性的选择性的双标 从这边就看出来像照妖精一样就看出来了 妖魔鬼怪 你如果实生通通现身出来的 好 赵超康认为NCC观中天是照剧本演出 像这样的错误本来就应该要矫正啊 我们要请教一下学恒 所以说绿营的测译现在在围剿赵超康 他说他认为他这样讲没什么错 不好意思我跟大家看法都不太一样 我还是强烈建议这个中石集团要小心啊 这个赵先在抢你们的观众 你仔细想一想 他现在站出来一口气讲说 我已经把这个台还给中天 但问题是还要一段时间吗 要到2024年才选 那你想想平常看中天观众是不是觉得 赵先够意气 那我赶快转到友台去看这个绍康战情室 就大家要小心你知道 我百度已经规划好了 叫洪伟汉去接伟汉战情室啊 但结果现在绍康一站出来在那边讲这个 你已经布装了 我告诉你我已经布装很多了 谢耀周也要出来抢 说要叫耀周战情室 我说不行不行 所以我们先这样讲 那为什么学和战情室呢 不行我没有那个资格 我很弱 我是弱小的这个边缘人 所以我们这样讲 赵先真的掌握媒体的节奏跟步骤 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看他每一天有一个题材 每一天有一个题材 就跟他以前当年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听他街头演讲 然后那个时候新党 之前在国民党那个时候 多么嗨 所以他的肇事跟起身步绝对成功 那后面要不要继续往下走 要看赵先的规划 因为赵先现在讲 一步步往下走 媒体非常注意啊 对不对 非常看得很重 很重意觉得 你不错你赞你够肿 但我们这样讲好了 现在这个时代啊 很多人出来讲的不一定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鸡排妹也替他卖的这个什么什么杯 也打了不少广告嘛 那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可能性了 我们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全心全意的相信一件事情 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赵绍康他这个震撼胆让大家都很关注 民进党也很关心 就有人出来提醒他说 他好像有案子快要出庭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因为事实上他只是证人而已 但很好奇的就是说 奇怪 他收到一个证人传票要去出庭这件事情 为什么民进党高层老早就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些真的是 就是说小招小事 那这个跟赵绍康的绍康大饼 不是 赵绍康大炮 比起来真的是没有不堪一几 那学恒是想的比较多了 但我觉得其实大家知道赵绍康嘛 那他本来就是一个 对政治有非常大的热情 然后对从政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人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做政治这种东西 有时候命运的安排 是没有办法让你左右的 所以他当时离开了政坛 一离开政坛就将近30年 那我觉得这一次 也是各种天时地利人和 也没有想到说 韩国瑜会想到这一招啊 对不对 去请他出来 所以我觉得各种条件 使得他下了这样一个决心 我觉得赵绍康是有决心的 他既然要回来 他当然就是要选党主席选总统啦 否则他回来干嘛 就是说他再重新回到政坛干嘛 他如果只做一个阳春的党员 也不用了 那我觉得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当然是越强的人来越好啊 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规定 绑手绑脚 我们应该去绑蔡英文的脚 去绑民进党的脚 而不是绑自己国民党的绑手绑脚 因为聘中评委很简单嘛 选举细则是每一次选举定的 所以这一些都没有什么 因人设施啊 什么还要改规定啊 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刻 就算赵绍康他也是要去登记选啦 又不是说他回来 他就当然当党主席 他也是要去登记选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要一致对外 赵绍康回来绝对是好事 绝对是强心争 民进党已经在屁屁刷 看得出来 那赵绍康主导议题的能力 就是一流的嘛 那他也不会像 有很多国民党人 就会扭扭捏捏啊 他觉得我回来 我当然就是要选党主席 就是要选总统啊 如果条件成熟的话 他当然不让 那国民党就是要有这种气魄嘛 那最好是有跟他一样 很强的人来跟他选主席 选总统 那国民党就有救了 就怕是国民党没人啊 还怕有人来吗 所以国民党这个时候 不要在小资小结上面 跟自己过不去 应该要一致对外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精彩内容 请帮我们按赞 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后要请教一下韩冰了 赵康认为他说的没有错 他说这个是应该要去 被矫正的事情 当然应该要叫华氏 退出52台还给冬天 怎么被绿营给围剿了呢 其实我必须这样讲 赵康先生当然 因为他已经讲了 这是一个未来的事情 根本也还没发生 所以我觉得他是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要把整个事情 导正回来 因为其实在实务上 你说要直接把华氏银滚 然后中间再回来52台 基本上是很难的啦 因为我们有很多法规 去制定这些东西 但赵康只是要传达一个信念 什么信念呢 就是他上台之后 整个事情就会不一样 他要把所有过去民党犯的错误 都赶回来 我觉得这个对震南军事 非常有用 会鼓舞这些 这几年一直闷在那边的人 我觉得他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这个 而不是